这个题说呢,如果一个硬币是有相同的概率啊,是头朝上或者尾朝上,那么问你的是这个概率呢,在连续三次里面刚好有两次头朝上的可能性是多少啊,很明显这个硬币翻三次,这三次应该都属于独立事件,对吧,它要求的是两次头朝上,所以呢,我们首先先从这三次里面选出两次,让它头朝上,可以吧? 那每次头朝上的概率二分之一,对吧,上一次必然是尾朝上,而尾朝上概率一二分之一,对不对?那根据咱们独立实验的规则,要想算三次情况要成在一起,所以这个答案呢,应该等于八分之三啊,注意啊,一定要先从这三次里面选出两次头朝上,或者说选出一次头朝下,不能直接把概率相成啊,因为你还没有算选这个情况,不要选成A啊